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台湾夏天天气是越来越热 连我拍摄剪片、工作地方 到了晚上10点 室内温度还有30度 真的非常闷热 让人受不了 完全没有办法坐在这里工作 你一定会告诉我 为何不装台冷气机 就可以解决这问题啦 嗨,我只能简单告诉你 啊就是没钱装啊 所以我目前暂时移动到同楼层的三楼客房 来继续工作 把客房里面的床垫都先叠在一起 清除使用空间 多出来的一个双人床空位 就变成我临时工作的地方 而且这间客房配的是一台 很好的日历变频冷气 使用起来也比较省夏季电费 而我临时工作的办公家具 也是选移动性比较高 只要夏季结束 要再搬出来 回复客房原貌也比较方便 办公椅子是在618购物节期间 买的H&L2.0的水货椅 全工人等级又配给你头层 价格又省一万就买单了 但它的保固也只给一年 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 而桌子是用可折叠收放的讲台桌 是在好市多购物网站用8000元买来的 稳定性还行 电脑主机就搬一台够用的 Intel i9 9900K CPU等级 桌面上在搭配一支萤幕支架 和24寸萤幕在使用上也蛮方便 目前也没什么大问题 如果硬要说有什么问题存在的话 可能就是我家是40年老拖天错 墙面上根本没有任何RJ45网路孔 可以让电脑主机上网 但还好上次测试过的TP-Link AX72 AX5400路由器真的没有让我失望 目前在客房用手机上网速度 可以测到下载速度有387 上传有116Mbps 差不多是和我申请网路速度 一样下载360 上传120Mbps 而且在电脑主机加装的无线网卡 也是可以测到这下载300Mbps的实例 所以在客房用电脑Wi-Fi上网看4K YouTube影片 完全是无压力 但目前比较麻烦是和其他电脑传送拷贝 剪辑专案档案 用Wi-Fi无线传送拷贝 最快也才45Mbps 光是一个148GB剪辑专案档案 要1-2小时才能传送完成 这样的时间谁受得了啊 所以目前在给予其他电脑做资料分享 还是使用M.2 SSD USB硬碟外接盒最快也比较有效率 但我最近又查到一个网路产品 叫做高速电力线网路桥接器 也有许多同行YouTuber在推荐 他就是用家里面插头里面电力线网来做网路线使用 这样你就不用再自己拉以太网路线 只要用它两个桥接器设备加上家里的电路网路线 就能轻松达到有线上网功能 但我记得这类产品已经出现十多年也没有补及过 而且家里电力线网常会被高电压产品产生的电流 而常不稳定 让这类电力线网路最大传输速度 大约也只有10-20MB每秒左右 由于速度有限也没什么人想去用它 但我想都过了十几年 这类产品应该有技术上的进步和成长才对 所以我查看目前卖的最便宜还有点品牌名气 应该是TP-Link TLPA7017以太网路高速电力线网路桥接器 而它的售价也不贵 一组大约只要1315元 还有保护三年一年换星 当然最大重点是它有1000Gbps的网路传输速度 传送范围可达300米 又可支援4K影片观看 哇真的太赞了 这不是我现在最想要的东西 想不到多年后这产品进步神速啊 而话不说我就马上买一个回来用 嗯...这包装质感水准还不错 快来把内容物拿出来看看吧 首先里面有一本使用说明书 和快速安装指南单 这说明书有多国语言介绍 里面有详细操作安装说明 建议在安装前一定要再看一遍 而在快速安装指南单 是用清楚图文方式来教导你设备安装 按照上面的步骤做 你应该可以清楚又快速安装起来 但有个重点要注意一下 它建议要把桥接器设备单独插在墙面上插座使用 避免安装在延长线上 这样会让传输速度影响而变慢 还有它只能安装在同一个电表下的电路 才能连接使用 在背后则是教导你如何让桥接器配对连线 接下来在主体TL PA7017桥接器 哇...这外观质感做得真不错 整体大小差不多是一个成人的掌心大小 这种小桥尺寸真的很方便 让你隐藏在任何角落也相当的美观 在桥接器下面有RJ45插座 左右两侧有打上大面积散热孔 背后就是插电插头 正面有状态指示灯和配对按键 另一颗大致上也是一样的设计和配置 再来是它附了两条以太网路线 整体线长大约有180公分左右可以使用 应该都是足够让你安装配线使用 好那产品开箱就先介绍到这里 快来安装测试吧 首先按照说明书中要找一个单独墙面上插座来使用 再两个桥接器任选一颗来安装 再把从网路上分接出来的网路线插上去 再往墙上插座插好固定 确定电源和网路指示灯号都有亮起 最后按上配对键等到灯号亮起 再一闪一闪等待配对中 这样就完成连接路由器下第一个桥接器 再来到客房把第二颗桥接器插上网路线 再插上插座上面 嗯?这第二颗好像完全不用再按配对键 它就能直接配对好连线 真的有够方便又快速啊 好全部设定完成 快来测试传输速度吧 一样用刚才影片装按剪辑档 再来拷贝传送测试写入速度 诶?没搞错?初步预估完成时间要5个小时 怎么会比WiFi无线传输的速度还要慢啊 啊是哪里搞错?还是设定错误吗? 诶?没错啊 以太网路连接速度有1GB每秒啊 但它的拷贝速度真的只有15MB每秒左右 啊对啦 一定是WiFi没有离线 所以相互影响到啦 好再重新测一下 再把测试档丢进去测试一遍 哇这次更惨 连告诉你要花多少时间等待的进度条 现在都不跳出来显示了 啊太惨了 而且目前写入速度一样没有改变 都在15MB每秒左右 哎怎么会那么惨啊 不是都走有线传输 但它的速度却是慢到不行 对我需要做大档案传输使用者 根本不能用啊 来测一下这桥接器上网速度还有多少 结果最后测到有下载125Mbps 上传有103Mbps 哎呀 原来这电力线网路桥接器 只适合在家里搜寻不好的房间 透过它给电脑有线上网 和简单小档案传输 啊看样子我真的错怪它的实力了 虽然它有标示1GB每秒的有线传输速度 可是在家里电力线网路最大传输极限 也才只有20MB每秒左右 根本永远无法达到它所标示说的1GB每秒的速度 唉真的是梦想很美好 现实却是很残酷 看样子我还是乖乖在墙面上打动传线 拉以太网路线来传输好了 那你说这产品真的会很差吗 我觉得到还好还是可以接受 依我申请网路速度下载300Mbps上传120Mbps 最后测试还有上下100Mbps可以使用 用它来播放4K影片是足够顺畅 又可以免拉线一插上就可以上网使用 对收讯不好的房间真的非常方便 但最好是给一台上网设备专用 如果你再把速度分流出去给其他设备使用 我就不能保证它的速度能有多快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用过这类电力线网路桥接器 产品使用心得要分享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大家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